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個題目 課本問的啥問題 這裡有發生一個日全時 在南極看到持續時間1分54秒 有發生一個月全時 在這些地方看到持續時間1小時31分 問了幾個笨問題 這個問題雖然很笨 但是藍牙國中段考考過不止一次 第一個問題 誰的觀測範圍比較廣 誰的觀測範圍廣 看的地方比較多 來帥哥叫做13號 13 啊 看到了 誰的觀測範圍廣 越全時請坐 越全時的觀測範圍廣 請問你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誰能夠看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這位叫做31號 31 31 誰的觀測時間比較長 越全時請坐 越全時 越全 越時的觀測時間長 觀測範圍廣 日時的觀測時間短 觀測範圍小 這個很簡單 可是我們段考考過不止一次 段考考過不止一次 你就這樣進就可以了 OK 下一個問題是問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你在看參考書的時候 你在看參考書的時候 它幾乎都是告訴你 因為地球的影子比較大 月球的影子比較小 所以一個觀測時間長 一個觀測時間短 這個不算錯 但是不完全 不完全 不完全 整個的說法還跟轉動有關係 來 什麼是 什麼是 日時 日時就是什麼 人走進月球的影子裡面對不對 人走進月球的影子 月球的影子只有這麼大 所以只有這麼大的地方的人 才可以看到日時 外面的通通都沒有 所以觀測範圍比較小 地球自轉轉進影子 當然影子也會動 但是因為你會動比較慢 你不要理它 地球自轉轉進影子 看見日時 轉出影子 日時結束 地球自轉 只要一圈只要一天 所以轉得很快 所以進出很快 所以觀測時間比較短 月時 月時是月亮走進地球的影子 月亮走進地球影子 然後就黑掉了 全世界只有一個月亮 月亮黑掉了 只要看得見月亮的 都看到它黑掉了 所以觀測範圍比較廣 是月亮走進地球的影子 影子會動 動得很慢 不理它 月球進影子 發生月時 出影子 月時結束 月球轉地球一圈 碩望月29.53天 恆星月27.3天 要20多天才轉一圈 動得比地球自轉慢很多 對不對 所以就要花比較久的時間 所以觀測時間比較長 當然影子大小當然也有關係 對不對 影子大就要走得比較久 影子小就走得比較快 這當然有關係 但是那不是完全的原因 全部的原因 還包括了轉動的 移動的快慢 才造成這樣的現象 為什麼觀測範圍比較廣 為什麼觀測時間比較長 或者是為什麼觀測時間短 觀測範圍小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動腦時間06 告訴你為什麼的原因 OK嗎 OK 沙羅週期看看就好了 就是會發生日時月時 就是日地月三者之間的位置關係 對不對 然後它有各自的運動週期 嘩啦嘩啦嘩啦 搞一個最小公費數 有個沙羅週期 6000多天大概18年 所以每18年這些日時月時 就會重複的出現 所以通常會說19年啊 通常會說19年 通常19年 然後 所以 很多人 不是每一個人 那沒有正好19 很多人 你每隔19年 你的國立生日跟農曆生日 會回到跟你出生那天一樣 同一天 那一年只能過一次生日 不能騙兩次生日禮物 因為同一天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這樣 因為他病沒有剛剛好 有人會差一天 有人會差一天 不是可能 大致上這樣19年 好 那在這19年當中 你地球眼光看 會有40多次的日時 會有20多次的月時 所以地球眼光看 日時多還是月時多? 日時多 可是你在任何地方做紀錄 紀錄你看到的日時跟月時誰多? 月時多 為什麼? 因為日時的觀測範圍比較小 月時的觀測範圍比較大 所以現在發生日時了 可能日本人看到 可是我們台灣人看不到 看不到 地球說有發生 可是台灣人沒看到 可是今天如果有月時 日本人看得到 我們也一定看得到 我們才差10到才1小時而已啊 應該看得到對不對 所以就是造成的原因 所以就是任何地方看 都是月時大於日時 可是地球眼光看是日時多於月時 好 沙盒週期就看一下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這跟立法有關係 我們在做一時候再提稍微 這跟立法有關係 OK 謝謝課堂練習